吃饱喝足 想去看个夜场电影小小时 可以的 宋朝有种电影院叫把设 跟现在的剧场类似 每天都有演出 而且还会张挂刮刀子 写好野员的名字和节目 跟现在的电影剧院海报 没啥区别 除了各种剧目表演外 还有宋朝特有的表演 女子相铺 当年宋仁宗看相铺上瘾 不愿回宫 比赛结束后 还亲自赏赐了女选手各种财物 这就是现在的给主播刷礼物啊